Grobo 10 都出了一段时间 我相信画质、音质 大家在其他频道都看过 所以这条影片主要是说我用了Grobo 11 排之后 遇到的问题 还有有几个我不明白 为何它到现在 今时今日还要这样设计的地方 在开始之前 看看你 我是Therom 开了Groob 有兴趣进来出水 连续就在视频里 首先第一样要说的是 你买一部Grobo 回来 第一件事就是开箱 开箱是打算开机玩的 但问题是 你开了盒子之后 第一样会看到的东西 就是这张纸 这张纸 就说你用之前一定要更新镜头 我就不明白 你的手机一出我已经够充 第一天就买了 还有什么要更新呢 这一面不是应该是最更新的Firmware 为何一买回来又要再更新 再更新才能用 究竟你更新了什么 你又不是更新了 三双油画的Wallpaper 给我 然后就要你连电话 然后更新 更新 更新完之后 我再开机 就发现只有3% 三双油画 GoPro 麻烦你不要太沽寒 你要更新的话 你就多给我更新 真的一个不小心 找个不太熟手的女生 不是很适用的 玩完一轮 更新了GoPro 然后升到一半 没电 死了 变砖 情何以堪呢 GoPro 好 第二件事 就是这个盒 原本呢 有个盒送 其实我觉得挺好的 但问题又是 打开之后 你会看到这个 用Recycle Paper做的间隔 Richis 都挺阻定的 因为它下面一颜一颜 其实你摆不到些什么 那你想着 都没办 都没所谓 拿开它继续用 然后呢 这个盒是这样 一点间隔都没有 既然我觉得你做到一个盒子 你又不差再 再给了两元 做到一块棉 在这里 让我放一部GoPro 然后呢 那些什么Magic Arms 线 麦等等 就让我放在这边 那不用我现在 随便一堆东西 扔进去 搅搅搅搅搅搅 之后呢 然后就撞到镜头 或者机身 或者屏幕都花了 不要太鼓寒 第三件我要说的 就是 这个Adapter 基本上你买GoPro 是一定会跟着给你的 放在机底里 让我可以站住 这件东西 由我上一部GoPro 即GoPro5 到现在GoPro10 都仍然在送这一块 但是这块东西 本身没问题 问题就是 它比脚架小 我不明白为何 是一个 即是送得这件东西 我不明白为何 你做没有的时候 不如下面 做多个脚架 不要太省肥 虽然说我可以另外加多一件东西 就是转一个脚架 让我上去 但问题就是 第一我要再买一块东西 第二就是 那一块东西 永远到你用的时候 都不知道放在哪裏 既然你送得到这个 你就开个洞 给我吧 不甘孤寒 可不可以 GoPro 第三件要说 就是 它现在新的GoPro10 我相信GoPro9 也是这样 电池 卡 和USB-C 都在同一个位置 这就是 你之前买下 很贵 很欠钱 USB-C 转3.5mm 鱿麦 那条线 你经常就不用用了 因为你插到USB-C 就没有了盖子 你盖不了 盖子 你动一下 就会掉出来 即是废了 因为以前GoPro5 设计 下面 就是电池仓 USB-C 其实是在旁边的 那变了 你就可以一边 又不怕电池跌的时候 一边 在旁边 有一个USB-C 可以给你铺麦 那现在 出到GoPro10 反而这个东西 就退了堂 对了 做在一起 变了 我就要逼着 付钱 买你那一块 很贵的 Midium Mode 这个有多少垃圾 我相信都不用我和你们说 但问题是 我真的要铺三年 我真的要铺麦 就没办法 虽然穿环号 这个东西不是很贵的 六百多元 那条线也卖四块钱 我觉得线骗浅一点 而且线也很严厉 这个东西起码没有那么严厉 然后插上去之后 其实整件事都挺大 又重了很多 既然都买了 就顺便和大家试一试 我现在出来澳门最出名的一条街道 和大家试试这个GoPro的麦 你们现在听到的 就是GoPro本身Build-in麦的麦的声 Midium Mode 在我那里 我现在套上去试试 现在你听到这个 就是Build-in的Midium Mode 那个废麦的麦的声 不过这样 音质我不用回去听 我知道应该会差一点 但是指向性会好一点 即是旁边的Noise 有没有少一点 你们就告诉我 但我想说的就是 算了 换个麦才说 大家听得舒服一点 好了 现在就转了 我用Midium Mode 插着DATI D2 Dio 那个机顶麦 比较没有 就是那个机顶麦的声 应该听得舒服一点 提醒大家 我有另一个频道 专门讲车的 连续在下面 有空帮助 之后我试试 我现在的胸口 这个Sharmonic夹麦 再和大家 讲述Midium Mode 其实有少少问题 第一就是 它插了Midium Mode 后面会有一个绿色的Inderator 显示Midium Mode 跳下跳下 很方便 即是以前没有 但问题是 它后面有 就是后面的屏幕 前面的屏幕是没有的 所以其实如果 如果脱了声音 等等 我现在在自拍 我是不知道 其次就是 走回头先 不要走那么远 其次如果用来转咪 譬如我现在 拔了外置咪 用Midium Mode 它有时不知为何转不到 或者用Midium Mode 内置咪 插3.5mm 外置咪 有时不知为何它转不到 它用不到 再拔再插 或者关机开过 之后才可以 偶尔会出现这些情况 所以你插完咪 就不要那么 坐定粒肉 你再自己拍一拍咪 你再试一试 是否真的在收紧 你用那支咪 才可以拍摄一下 而且看到我身后大赛道的景 都知道 大赛车将来 11月19、21日 开始 是会继续搞的 今年 然后如我以后 我也应该进去拍摄 不过这两年车就没太多看头了 但怎样也有些Raising Girl 所以记得到下面的连续 订阅 订阅我拍摄车的频道 是自然吸气 接着跟大家讲讲实际应用时 遇到的问题 首先就是我刚刚买回来 我插了一张我在富士XS10用的 那张MicroSD 这样下去用 那张又不是特别快 也不是特别慢 富士200Mbps 也是这样插进去 也是这样录 然后插了Gopo的时候 我不知道是卡的问题 另一部机的问题 总是第一条片 六十几秒 二十秒左右 它就会绝对断了 但之后再录音 就完全没有问题 你不要想着 这张卡不够快 就算我录VHD也好 一开机第一条片 永远都是十凌二十秒 就会断了 然后再录音 又没有问题 如果不够快 应该继续录 也是有问题 我就不明白 那个问题 那个景色出在哪 因为试过有一次 我拍摄车 充电器在车外面 然后插机 然后駕駛一圈 那圈回来 发觉 这条片没有 插十几秒 然后就断了 又六几秒就没有了 哈哈哈哈 哈哈 那一刻 你不能再录音 再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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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它录音 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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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会上车 再终多一圈 另一样我想说的是画质 画质 当然 相对于我之前用的Globo 5 是很大的提升 首先如果我去拍摄车 因为我也有一条拍摄车的频道 用Globo 5的话 室内 车内 车厢 车厢 如果看得清楚 外面的东西 基本上一定会爆裂 如果去到10 可以兼顾车内 和外面 但问题就是 你看很多Globo review 都说画质很好 是挺好的 如果是大晨天 太阳曬到你正好 那便可以 但就算是大晨天 也好 你走到车厢 稍微暗 一点 画质很明显 很明显 那个 Noise Reduction 很立像 那种感觉 马上就出来了 还有 有时我们拍摄车 我未必下都用4K 有时用FHD 现在2021年 你一部Globo拍摄到4K 120格 那你的FHD 那你期望 是否会是一个Sharp 的FHD 起码是一个 4K 或者是一个 全画面 再oversampling FHD Sharp的画面 但不是 FHD的画面 基本上就是 上几代 之前的 雖然未知 萌茶茶 但绝对 不是一个 漂亮的FHD 低光 我更加不用说 虽然都比之前的 但依然都是 低的 另外一个要说的 就是 很多人未必会遇到 这个情况 这个情况 就是我拍摄车 的时候 上个挡风玻璃 然后走 然后走 所以我无事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但问题就是 因为这一代的防手震 厉害了很多 变成 如果我开车一转弯 尤其是开得快 因为它有一个横向的G 直 即是这样推 它可能会觉得 你是手抖 所以画面 就会跟着 一直这样 过去 然后车转弯 它又回来 变成 这条片 就会这样 如果你说 这条片 直路多 弯路少 偶爾一动 都没什么所谓 因为Gopro也是B Cam 我都可以用其他画面 但问题是 当你真的有它 删到快 然后画面就会这样 发去 这个问题 不仅是Gopro独有 如果你是用360 Cam 例如Insta360 这个效应会更加明显 基本上 駕駛向前走 画面就拍着我 这样才算 如果我向右转 90度的弯 画面是不动的 整个画面 就会90度 转到另一边 但360 Cam 360 Cam 之后可以设计几个键 转到整个画面 就没问题 但Gopro就不行 所以我都不知道 可以怎么办 有人会想 关上防手震 就可以 但又不行 你开车真的会震 关上防手震 画面就这样 很霜 防手震 只有高 和超高 你不如给我一个中 或者低的 我又不需要太厉害的防手震 你做Gopro5 防手震 可以 因为我Gopro5 是没有这个问题 Gopro5的防手震 没有那么厉害 没有那么厉害 所以效应 也有的 真的很少 你不说不觉 但是 去到Gopro10 画面的 shifting 可以去到 很多 好 这里就是我用了Gopro11 之后的经验 分享 如果你有其他 做Gopro的问题 或者什么不满意 欢迎在留言 或者进我Gopro 吹着水说 今天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